各位朋友 你们将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这个马来西亚的命运就在你们的手上 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有改变 我们要看到有两限制 这个就是你们的机会 这个选举不是一个地方上的选举 这个选举不是单单只是讲地方的个题 但是这个选举是全国都注目的最大的一场决战 我们308到今天 人民已经选决 人民站起来要求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 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的朝向这个方向走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从来没有过在选举期间他们胆敢起油价 虽然可能相信很多人用柴油 但是呢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是政府根本不把人民放在眼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选票来表达我们的立场 各位朋友我们还有许许多个课题 讲不完 但是政府如果要照顾到人民的民生的时候 总是讲没有钱 但是要建要建高塔一百层楼的这个建筑的时候 钱不容出来你来就有钱 所以这个证明什么 这个证明是政府绝对是朝用双重标准 在外面讲一个马来西亚 讲我们各民族要平等 讲完之后在武统大会的时候 武统的代表说 我们不需要华人和印度人的选票 武统可以执政 今天 Galas的华裔选民 你们将用你们的选票告诉武统 华人的选票重要不重要 华人在这个国家有没有地位 华人在这个国家 是否可以给他们继续当作是二等公民 这个讲决定在你们的首票 如果这个国家照顾个民族 如果这个南京讲的一个马来西亚是正式的话 为什么呢 不单单族群之间有不同的待遇 我们还看到 连分肥料呢 都要看你是不是马华的党员 只有马华的人才可以找到 好像只有马华才对这个国家有贡献 各位朋友 我一点都不怪马华 马华在这么多年的斗争中 也尝试为华人争取利益 但是 只要武统继续霸权 只要武统是国阵的老大 马华公会绝对抬不起头来 这个不是蔡西利的错 这个也不是马华公会的会长的错 蔡西利可以多辞职 但是武统还是死心不改 我们在308的时候 已经用人民的选票 写得很明白 马来西亚的人民要什么 马来西亚的人民要平等 马来西亚的人民不要种族主义 马来西亚的人民要一个公平的发展的机会 我们要一个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要成为公平等的马来西亚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 听不明白吗 50年独立了 这个简单的道理还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308的时候 人民已经写在选票上 1234我们要什么 在选票上表明 交给我们的领导人 国阵只是5分钟日度 好像听得懂 所以来一个 一个马来西亚 一个马来西亚早上听radio 晚上听新闻 每天都在讲一个马来西亚 讲到一年 开始走掉了 那个掉子跑了 一个马来西亚变成马来人自杀 一个马来西亚变成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华人的选票 不需要印度人的选票 一个马来西亚变成 我们如果申请政权 我们要用流血来维护我们的budrajaya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等于说根本 这个是一个谎言 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希望大家为了马来西亚的未来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这个机会 好好的为我们的下一代 找出马来西亚 这一个加拉斯的补选之后 可能明年就要他选 明年的团结 回家党 新共党和公正党联合在一起 有这个机会进驻不成 自行我们所承诺的两限制 我们公平地对待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为了这一场补选 他们可以给我们种种的好处 可以给我们代应种种的这个承诺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承诺 不是我们哪几块钱 哪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或者是临时一些小人小会 可以解决 我们这一战 是为了我们马来西亚人民的尊严 这一战是为我们的子孙的未来 如果我们是有尊严的马来西亚人 我们是有尊严的华人 我们应该站起来用我们的选票 否决种族主义的谱口 让他们不敢再次对我们无非坐台 再次用语言来重伤我们的情感 要我们看到一个平等的马来西亚 只有用我们的选票来支持 最后再次呼吁 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大家要见到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只有要否决武统的霸权 告诉他们 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绝对不被容忍 种族主义必须要丢到历史的炸鸡桶里面 如果我决定是马华共会的党员 还是明年的支持者 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 我们的责任是要为我们的子孙负责任 我们不要看到他们长大之后 继续做二等公民 继续受到歧视 只有武统岛 人民才会更好 谢谢大家